这连任伦敦市长啊 其实这个时候的局势对小金毛不是特别有利 因为伦敦这不连日的暴乱吗 再加上这个地铁多次的罢工 完了呢 他本来承诺说绝对不涨票价的票价也涨了40% 应该说民调显示呢 保守党在这个地方 他们比工党要落后了17% 可是为了赢得胜利啊 前任还是需要要打出几记重拳才行 毕竟啊 他个人在人格和政绩上啊 跟小金毛确实没法比 小金毛本来啊 一直就想弄那种形象工程啊 就是什么小金毛岛 完了什么河口那儿啊 在就是机场啊 他要弄个新机场的地方 另外呢就是横跨泰富士河 搞一缆车 完了资助更多的文化和街头派对 因为这是他竞选的承诺嘛 所以呢 他就跟他的这个竞选顾问 特地从这个请来的澳大利亚人 因为这个人帮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 成功的当选了嘛 这个Cruzbach 结果这个澳洲人就说别呀 你这你现在根本就别弄那玩意儿的 什么形象工程 你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 你怎么弄警察 你怎么减少犯罪 你怎么解决人家的住房 你的交通 你的经济 所以你那形象工程 你想都别想 其实有时候小金毛要忍不住啊 他偶尔也会不顾这个竞选顾问的警告 有时候就咕噜咕噜又说出来了 但是你走在大街上 你会看到真的很多人挺喜欢他 跑过来跟他握手啊 合照 你知道外国人啊 不像咱们中国人 只要你当个官啊 哎呦呦呦就为官呐 高兴啊 不喜欢你 理都不理你 家都不家你 说明啊 大家都挺喜欢小金毛的这个明星气质的 人家才不管你私生活怎么样的 你怎么背叛自己的妻子了 你看你这就是他这么的婚外情不断啊 女人们还都喜欢这个小流氓 因为他特别热情 完了呢 也不怕啥事 大大咧咧的你知道吗 让人觉得啊 这个人啊 不像那些政治家 哎 就是 道貌啊 人哪 完了以后啊 感觉很酷痒 可是他啊 感觉就是特别的温和 你问啥都行 嘿嘿嘿 那么的傻乐的 而且啊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这肯定你当市长的每一个会为我们穷人全部着想的 那这个这也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必然问题啊 因为真正能够产生财富或者真正能交成税的不是你们这些穷人对不对 但是他得从富人那儿挣到税了才能为穷人服务这个常识是应该有的 所以大家也知道啊 他不可能 呃 全心全意的就说为我们穷人 可是你别看人家这拉拉塌塌塌的就是一点都不像那 你像卡梅伦一个个都绷的 特别的英国绅士的啊 可是大家就信他 加上啊 他跟你说话啊 就一脑门子的那个石成劲 就没有正可那种老那种装逼的那种陈词烂调 再加上啊 这可能也是因为要奥运了 或者是金融市那个风暴风暴啊 应该说慢慢也缓过来了 再加上啊 你他确实一直在推这个住宅啊 也让开发商啊 就是给人家一些活着的空间吧 你在伦敦啊 到处都看见大吊车 天际线一看 那干了 这干了 所以一片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对手啊 有一句话 天天的就是一道采访 就有点像特朗普 我要make American again greater again 他呢就是天天挤的这个小金毛 就是说你不能找一个天天像个玩笑的一个人 或者说他天天开玩笑的人 因为小金毛特别的得意自己的幽默嘛 所以动不动的啊 就是很幽默的机智的去回答一些人的问题啊 或者讲一些什么事 可是大家不觉得你说他笑话 我觉得挺好 哎我还喜欢 结果前人一看这句重钱不行 那就拿阶级说事吧 就那意思啊 他不是穷人 他不可能为你说话 因为这个前人啊 他是工党的嘛 工党是一直以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来弄的 但是你前人不是也有好多金钱的事儿 丑闻不断的报吗 是吧 嗯 嗯 他就抓着小金毛四年前啊 呃 这个自己就有承认过 因为他从电报杂志啊 他不是离开了吗 你当市长了 你就不能干这个了吗 他呢 这个电报杂志呢 就给了他一个25万英镑 嗯 算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他偶尔啊 还是会写文章 只不过他不能当主编了嘛 可是他说啊 这就是为了让我活着 因为他确实当时也说了 你要是让我当市长什么的啊 他起码那四个孩子 上私人学校就没戏了 那就也抱怨 说刚才能让我不当了 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呢 让他当了还是真的挺好的 所以 这个他的老东家 还真的特别慷慨 就是每年还给他25万英镑 就是偶尔啊 你在我的专栏上啊 嗯 你一周写不了 你两周写一回也行 给我弄点文章过来 所以他说啊 这就就是鸡饲料 让我这鸡活着 这前任就抓着这一点 你看看啊 他就是一个被金融家操纵的一个玩偶 估计这个啊 也不太行 这这句重钱也不太算重钱 嗯 嗯 在英国你说你挣个25万英镑 在一般人来说 人家觉得这不算是收买吧 然后又说他这个设计的这个啊 双层的这个公交车 还通风极为糟糕 嗯 简直就是 想把人弄成一个个蛋闷罐的药 闷死的一个感觉 这些都不算正确 嗯 到了二月底啊 其实应该说 那个时候的竞选已经陷入僵局了 而这个时候啊 标准晚报 这个标准晚报啊 虽然说你说他算是一个自由报纸吧 但是影响力啊 真的在不断的下降 而这时候呢 这个Crosby啊 就是那个澳洲人 那个澳洲竞选顾问 就给小金毛 嗯 一个方案 就是让他啊 经常会去接受这个 Invailing Standard的啊 这个报纸的采访 因为他这一接受呢 哎 人家大家都关心小金毛嘛 所以就会订这个报纸 那这个报纸呢 一定就会为小金毛 多说点什么 而这个时候啊 嗯 这前任呢 还有一个挺倒霉的事 他呀 还一个不光小金毛是他的对头 他还有一个死对头 叫吉利根的 带眼镜这个 这吉利根啊 也不知道是通过侦探呢 还是什么 反正用了一种秘密手段 就发现啊 呃 这个前任 他是通过一个就是 白手套号啊 或者是什么一个代理公司吧 收钱 而且啊 他不光收钱 他还连那个50%的所得税 他都不交 哎 而只是用了一个什么公司法的一个漏洞啊 还是怎么样的啊 就是他拿到的这个利润只交了一个最低的20%的公司税 你要说完全违法吧 他也不因为他毕竟他是有这个财户上啊 你能够还算是你这漏洞吗 嗯还算是和说得过去合法 嗯但是呢那你想啊你大家都心里明白啊 你弄的白手套那你们之间 有有什么生意啊对不对就就反正总之这种事吧 现在就成了大家都知道的 他根本不是一个为我们穷人 因为工党是一直号称是为穷人的嘛 你就是个富有的混蛋 而且你还是个逃税者 那这前任啊已经没工夫跟小金毛打了 就开始跟这个人 脸儿就开始不依不饶的就开始骂战胜了 再加上啊 嗯也确实他这个工党啊 跟这个穆斯林呢关系不错 尤其是这前任啊让人给弄出来 见了各种的这个在伦敦都来算说 伊斯兰里边的极端分子了 那你一看就不不不一样了 而且呢就明显啊他有很多的语言 或者是人家觉得你就是反有主义的 你反犹太的对不对 这些事情啊越来越被揭 那就大家都觉得 你就是一个伪君子的代名词了 所以从民调上啊慢慢的这个优势啊 已经开始下降了 有一次啊俩人在这个电台啊辩论 这个前任呢就指责说你小金毛你老说我逃税你也逃税啊 结果小金毛你给我指出来我哪逃税 因为小金毛就没干过什么 确实真的让人大家逮不出来他逃税的事 你想啊他他是冠冕堂皇的他跟人家 他也不算敲诈啊他就是那意思 我钱不够 你看你老东家 你还想让我这那什么啊 你也别管我你别别一篇一篇的这种文章付我钱了 你一年一年给我钱吧 他其实是用这种方法来挣钱 但是他不是说我偷税漏税啊什么的啊 小金毛就直接指着他说你才是个赤裸裸的一个大骗子 你啊明目张胆的就在那撒谎 弄得这个俩人啊不是在辩论节目都结束了 俩人一块坐电梯下去的时候 小金毛还在那电梯那喊呢 你他妈的就是个骗子 其实前任的这些竞争竞选的策略啊 确实对自己非常不利 弄得这个现在啊逃税的李威斯顿 他叫李威斯顿啊这个前任 这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 这下啊本来李威斯顿不是领先了吗 小金毛又重新在民调中领先了六个百分点 可是啊这你知道啊这个 我觉得现在的民意调查也都不怎么靠谱了 反正到了四月下旬这民调又不行了 当然这个啊跟小金毛本人没什么关系 因为什么呀 上个月 这个卡梅隆那个财政部长 那个奥斯本 他不是搞那种那个缩减预算吗 这预算案里啊 结果呢被记者找出一条来 一看啊里边有一项 就是有一些养老金领取者 这里边他们管他叫奶奶税 这奶奶税里啊反而对一些很节俭的这些养老的人非常不利 就等于他一碗水端平了 你有些东西啊就是你这么没钱 就靠这养老金过活的奶奶们也要交一个税 还有一个是一个慈善税 一般慈善税啊是免税的吧 他也要开始征了 就没钱了嘛政府 那可是呢他征的这个税啊 确实挺高的 而且你要征这些慈善税啊 你要支配的那些纳税的这个 就是检查税务的这些人 那成本就高了去了 就是不值当的 你可能收的这点税啊 还不够你雇这些公务员的那个工资的 再一个呢就是对北海石油这些公司 他要弄一个就是那意思好像污染环境啊 不是怎么的啊 反正就是惩罚性的一个税 再一个呢就是 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富人税吧 就是他有门槛嘛 他把那最高税率呢 大概是减了 可是啊你这个最高税率 你可能对富人有利 但是他对就是老百姓啊 做糕点这个 他要收一个增值税 这这奥斯本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你知道这个做糕点啊 面包啊这在西方人来说 他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生存 或者填这个嘴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食物了 你连这都征税那肯定老百姓就急了嘛 然后又是这个送油工也罢工了 完了机场也是罢工啊 还有什么排长龙啊 就是一片的乱 再加上啊这个经济啊 他这个 你要从底部起来啊 他也是这样 锅断式的嘛 一会儿起一会儿起 一会儿又下来了 弄得大家都说 又经济估计扛不住了吧 要第三次出底了吧 好在啊 卡梅隆还不算是太笨 这一听 因为他也有团队啊 一看着老百姓反抗啊 太厉害了 赶紧呢 先把一个某个就是奥斯本说的那个缩减 那个里边还有什么增加的税啊 有一个税 就是房屋税 他给放弃 这个房屋税啊 他是按照面积好像是 有多少面积以上的 他才收 而小金毛觉得啊 就你们这拨人啊 就卡梅隆这个团队啊 就不太合格 就是你在经济上啊 就不行 他觉得啊 你就你搞的那个紧缩政策啊 你省不出多少钱了 你应该这个地方 你稍微先放宽点 而去干嘛呢 你去鼓励人啊 就是 因为你你紧缩你这不就业就差了吗 你还不如先去把这个就业解决了 就业一解决 人家大家交这个税啊 个人所得税啊什么 这些不就有了吗 另外呢 你好多地方这个项目卡 那个项目卡啊 尤其你看那个时候 他不是争那个地铁那事 就不给他批吗 就说这个基础建设 这个投资 你也应该鼓励 因为像他们啊 政府其实掏的并不多 真正啊 在英国 他其实整个社会运作啊 大多数是靠私人 另外呢 就是比如说包括社会服务 政府啊管的挺少 都是NGO在那瞎忙活 不是瞎忙活 是真忙活 小金王这时候啊 也觉得BBC啊 是一个大毒瘤 他觉得现在这个BBC的很多记者啊 就成了一个一帮国家主义者 一帮公司主义者 一帮失败主义者 而且就是反资本 反商业的一帮人 当然呢 也是这个欧洲倾向的人 就是one nation的那种人啊 就是意思就是就极左 而这时候啊 这个BBC的头是那个彭定康 他呢 也在想啊 怎么整顿啊 怎么能够把这个BBC的左倾啊 稍微的掰一掰 但是呢 他大概这个 也不是长城 也不是一天毁下来的啊 塌下来的 他真的就是对这个 现在的新闻啊 还有时事啊 这些某些的专业上 他已经控制不住了 再加上他本身就是 他也算左啊 其实这这回这个 以色列这跟那个加沙 这巴勒斯坦那个啊 哈马斯 BBC让人家给揪出来 太多的事了 嗯 最后后来有一个 我看到有一个文章统计的啊 也是因为基础问题吧 嗯 阿拉伯人在BBC的里边的 人口比例啊 很高了 所以他他也得顾着他里边的啊 再加上BBC呢 是一直不尿政治的 他觉得我自己说什么 跟你个政治家 一点关系没有 所以小金毛当时啊 就说 要想把BBC这个毒瘤 好好地解决一下 就得任命一个 保守党的人 来担任下一任的总裁 哪怕啊 就我们纳税人 因为BBC还算是国家里边股份 应该是大同的 但是你能看出来啊 人家虽然说也是国家开的 政治家跟他弄不了 那他还是独立的 他就觉得呢 你看我们这纳税人 花的钱支付的这一切 我们自己还弄不了 还不为我们这个纳税人说话 所以他觉得啊 只要这个BBC 他没改革 那你英国想改都改不了 到了5月3号啊 这时候这整天 投票的整个过程结束了 而小金毛呢 也这时候跟着他的一些支持者啊 跑到伦敦西区的一个俱乐部那等结果 这计票的时候啊 有好几个的信息都出来了 一看啊 小金毛没信了 哎呦 可沮丧了 大家都觉得这趋势啊 因为他不是一个一个机构 都都那大概估算吗 都都那出来了 反正是对前任有利 市政厅有一帮官员啊 都开始收拾自己桌子抽屉了 你知道吗 就知道 因为工党一上来 他们这帮人就肯定就失业了嘛 就直接跟着小金毛滚蛋了 都开始收拾自己的办公桌了 哎 都觉得小金毛肯定输了嘛 哎 可是这时候啊 突然发现啊 因为大家 谁也没想到 工党那边 就是工党百分之百 是在那垄断的一个选区 选区 突然发现啊 有两批的选票 直接被一个员工 带引号的啊 一不小心 直接放进仓库了 等于就根本就没没点 没点票就直接放进仓库了 这你觉得是有人可信吗 是吧 尤其是那个员工是工党 对吧 而且那个区 是工党垄断的 所以这 计票时间就继续往后拖 一直拖到了 午夜时分 终于出来了 没想到 小金毛 胜了 而胜的真的是 就是工党那个区 有百分之三的 这个 整个啊 都是来自工党的人来支持的 这在保守党人里都没想到的 就是小金毛 他是能够既获得保守党人支持 也能获得工党人的 其实我觉得这选票 人家工党是觉得什么老百姓的选区 什么对我有利 我才不管你们的党派呢 那些党派的那些人可能在意这个 这个弄的这个Leviston前任啊 后来回忆说 说这个选举一结束啊 这小金毛还想跟我和好 老觉得因为俩人不是关于逃税 什么避税的事 俩人在那儿 公党的就这么吵嘛 说的那个 过来拥抱我啊 想跟我和好 这这简直就不是一个政治家 因为政治家不能这么有这个 确论 你既然是敌人 你就都那什么打败了啊 你还想连这个打败的人 那个爱你也要得 就那意思啊 可是这他这一说啊 反而对小金毛 有利 大家觉得小金毛太棒了呀 对不对啊 他居然喜欢化解 对立 跟对手去拥抱 多大的胸怀呀 你一下你能看出啊 这个工党这人的这个 起码在这一点上 小金毛 败了 不是小金毛赢了 但是在整个全国的地方选举里啊 工党赢的 因为说工党差不多赢了38%的选票 保守党只赢了31% 这也是因为啊 这个中产阶级对这个卡梅伦呢 特别愤怒 什么对同性恋婚姻呢 还有因为气候变化 死活要搞什么封闭发电呢 反正就是各种的这种 左的这种执着 让中产阶级觉得特别的愤怒 而卡梅伦啊 忽略了 这可是中产阶级 是中间一大枣胡啊 枣胡上的大肚子呀 有点像现在的这个美国 也是这样的 就是他光顾两头了 尤其是啊 这个中产阶级觉得呢 你对欧洲太羡慕了 你那什么 小金毛现在是我们的英雄 而且啊 大家也都觉得 比如有一个民调 里边就说 你觉得保守党 让谁当党魁 才能够打败这个工党 民调显示 小金毛排第一 所以有记者啊 马上就问这个小金毛 说你看啊 你又连任市长了 你是不是有野心 也就是说 你下一个政治目标 是不是想当首相啊 小金毛直接否认 可是啊 也就是这个记者问他 他六个星期以后 正好他去纽约 接受美国的一个采访 他直接就承认了 说我这辈子啊 我参与政治 我就是要当首相 其实这就说了嘛 他是一个希腊古罗马 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个主义的那么一个人 他觉得改变世界 我就得当一个这个领袖 我才能够改变世界 但是我从来也能够改变世界 好 谢谢大家